下来关注各报头条 每日新闻和新海峡时报关注的是 渐进式薪金制度 经济部长拉斐兹透露 为了鼓励包括微中小型企业在内的公司 落实这项措施 政府会给响应的公司发放现金津贴 不过公司必须先调整薪金 并且呈上文件证明 才能够获得政府的津贴 而新中日报封面独家专访 旅游部长拿督西张庆幸说 首相拿督西安华已经指示内政部 为中国和印度游客来马免签证的措施 拟定报告 预料在两个星期内就可以推出草案 一旦政策推过 那通过的话 相信就可以增加两国来马的观光人数 但他也希望中国 也能够为我国游客提供免签证的便利 另外南洋商报头条聚焦的是 百米供应问题 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陈鸿坚就重申 国内不但不会闹米荒 而且百米自给率能够在2030年达到八成 关键就在于低产量的农地增长 那从原本每公顷3.5公吨增加到5公吨 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了 另外陈鸿坚早前也建议 落实本地百米价格 自由浮动机制 这项建议就获得本地米商的支持 米粮批发商工会会长陈瑞法就透露 这是因为目前美工近二令吉六十仙的顶价 已经整整15年没有调整了 是时候改进了 他接受中国报访问时说 种植稻米的肥料和工人薪资都在涨价 进口米的价格也飙涨 如果政府是禁止本地白米涨价 恐怕会有更多稻农 因为前景暗淡而选择转行 米厂业者林卯顺也透露 本地白米维持顶价 但是米厂的稻股收购价 早已经从每吨1200令吉增加到1600令吉 导致米厂亏损 对于米价自由浮动 可能会造成穷人吃不起白米 两人一口同声的建议 政府可以通过发放现金或者是消费券 来补贴低收入群体购买白米 那说到米价 各方都有不同的建议以及看法 那马六甲州行政议员阿克马早前就警告米厂 必须根据政府顶价来出售白米 否则就会吊销执照 马华前副总会长纳杜斯里 郑林科就狠批阿克马 不应该用威胁和口课的手段 强迫倡家就范 新周日报报导 郑林科认为目前经济不景气 米商承受成本 贷款和薪资等等 多方面的压力 政府应该从同理和关怀的角度 寻找对策 而不是让人觉得厂商是欺压人民的大老板 另外民众党全国主席拿独立华财 抨击政府误判情势 才会导致我国白米短缺 他借此提出三大改善建议 包括向中下阶层推出购买进口米的短期补贴 并且向米商发出物流津贴 那证实暂缓出口我国白米 看完了本地这个白米价格的课题之后 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天气预报 全国大部分地区今天早上是天气晴朗的 不过霹雳沿海一带会有雷雨 玻璃市内陆 吉达和槟城局部地区 沙巴 陡湖 还有沙拉越 家伯和梅里也会下雨 大陆五间半岛天气恶化 除了首都 布城 玛瑞甲和若佛放晴之外 其他中属都会有局部雷雨 沙巴内陆地区 西海岸 陡湖 山达根和古达 还有沙拉越古晋 西连等12个县市同样会下雷雨 蓬亨 吉兰丹和登家楼 还有沙巴内陆 陡湖和山达根的雷雨天气 会持续到晚上 霹雳河沙越11个县市 也会有夜雨 今天的气温介于摄氏25度到33度